来看到一排机车就像保龄球皮一样连环岛 这是在新北市新庄下午4点左右 发生这起严重车祸 有一辆大型的水泥车疑似故障熄火 重型向后急速的倒退 撞到了多辆正在等红绿灯的机车 水泥车的侧岛路边造成8名骑士受伤 其中还有2名骑士被压在车下 车祸现场满路窗移 许多机车被这台水泥车撞到东岛西歪 车厢内的东西全都洒了出来 消防人员赶紧拉上封锁线 就怕后方还有车辆不小心开进来 车祸原因疑似是这台大型水泥车 开在路上突然故障熄火 刹车刹不住 整台车向后倒退 速度之快连后方的机车都来不及闪避 迎头就撞了上去 整台水泥车呈现180度的倾倒 撞击当下还有两台机车骑士 因为来不及闪躲 就活生生的被压在水泥车下 场面十分惊险 警销人员获报后迅速前往现场抢救 将压在车下动弹不得的两名骑士赶紧送医 其中一名40岁男性骑士身受重伤 下半身变形还在医院抢救 另外还有6名骑士受轻伤 分别送往不同医院 而详细车祸原因还有待警方厘清 记者新北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